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处计大赛 9月底即将在纽约登场 来自桃园的阿红狮 今年第一次参赛 就入围的亚太区出赛 决赛前他不仅找资料 研究食谱 还下苦工勤练美道菜 希望能够在决赛的时候 有好成绩 决好菜单 拿好马表 阿红狮要挑战45分钟 完成三道菜的任务 在七月底 入围全世界中国菜处计大赛 亚太区出赛之后 阿红狮努力准备 即将在纽约登场的总决赛 我现在就是针对这几道菜 还有传统的这个 还有多加练习 因为是比赛 为了更加了解 传统中国菜的做法跟内涵 阿红狮还特别跑到 国家图书馆找资料 我从第二天 我真的我就去 我没有做过捷运 我还自己坐火车 我从当兵的时候 坐过一次火车 到我要去找资料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我去尝试不同的 让我有这种动力 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 经历亚太区出赛 阿红狮感受到 新唐人电视台的用心 也让他找回 最初学习传统料理的动力 在我这边 可以认识很多的 新唐人的好朋友 然后他们给我个鼓励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看着桌上满满的美味佳肴 是阿胡师精心研究的成果 他将带着这份热情与毅力 赴美参加决赛 新唐人给他电视 谢谢蔡赵宇叶文会 台湾桃园采访报导 谢谢蔡赵宇叶文会